大家好我是爆竹 作家对一幅越南少女画像产生好奇 当他不在神肉搜查 画像有关的资料之后 竟发现了隐藏在背后的可怕秘密 一部根据越南民间传说 改变了韩国恐怖片 抽象画中的越南少女 高小说创作了镜像 因为最近脑子不太好使 没啥灵感素材 半天也码不出一两句相样的文字 一次偶然想起 住在越南的朋友玉子 跟他说几个当地的民间传说 有这么好的活素材在 镜像第二天就飞到了越南 两人差不多三年没见 镜像发现玉子 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看起来像是更年轻 更靓丽了 就像吃了防腐劲一样 一番嘘寒温暖的尬聊之后 玉子带着镜像 来到自己住的地方 这座老宅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玉子第一次看到 就喜欢上了这种建筑风格 于是买下了这座老宅 而关于当地的这个民间传说 背后还流传着 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当年有个画画的男子 在这里先后来有个叫那美的妹子 让人一见情形 坠入爱河 只可惜爱情走得太快 就像龙卷风 男子很快就离他而去 回去叫我未婚妻成亲 这个未婚妻小盈 是当地和地主的千金小姐 都知他们两人的情势之后 小盈派手下搞定了那美的一只脚 含用流衰 给他来个毁容洗脸 没脸再见人的那美 最后在农历失误了月圆之夜 上吊至少 因为月恨太深 临时之间下了一个诅咒 便死了一个死鬼回来复仇 小盈无奈指向 只好让男子帮忙引出那美 毫无防备的那美 最后被发指缝约在画像中 当时那美商调自杀的地方 就在玉子的这座老宅里 而男子生前帮那美画了一张画像 也过在玉子的画室 第二天 季香来到个民间学者那里 搞到了一关那美画像的记录质量 当年在二战时期 一名战备的日本军官 揉住了那幅画像 被缝约在里面的那美 也因此溜了出来 到处搞事生死 非常的凶宝 只要谁能够向他献出自己的肉想 他就会乖乖听话 为对方做事 由于原话已经失踪 玉子主要带镜香 来看复制版的画像 镜香明明在老宅那里 见过画像 难道一切都是幻觉 玉子确定 一定已经肯定地告诉他 自己房里没有任何那美的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 镜香发现自己被绑在床上 玉子又是剪头发 又是颇柳酸的 笑得他立马从梦中惊醒过来 为了收集更多一关画像的素材 镜香又找到玉子的朋友打听 德祖玉子刚来到越南的时候 非常的憔悴和并惨 后来结束了画像的东西之后 慢慢变得年轻靓丽了 人也好像开始变得不太正常 自从租进了这里 镜香就会时不时地做噩梦 看到各种幻觉 怀叔玉子向那为许愿 诅咒自己 玉子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还讲起了一段凄惨的往事 当初他被个男人摔了之后 还被拍下了小视频 之后就一个人来到越南生活 镜香很是同行 不断地安慰和道歉 两人的感情 眼睛变得好了起来 没了就玉子突然满床翻轨 好像中邪了一遍 去寺庙找来大师一看 这才得知 娜美已经复在了玉子身上 解救她的唯一办法 就是在越远之间 用一把匕首吃尽到的心上 镜香回到老宅 再次看到娜美的那张画像 玉子也跟着溜了出来 请求镜香直接到砸下去 不用客气 镜香照做了 玉子在突然高兴地笑了起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阴谋 娜美就需要镜香杀死玉子 这样死亡的诅咒 才会真正开始 最后娜美成功 复在镜香身上 回到韩国 杀死了那帮羞辱玉子的家伙 而这个死亡诅咒 叶家一直继续下去 看完后 我只想说 一门在场景和刀具方面 挺有越南味道的 题材不算新银 叙事方面节奏比较快 在惊悚气氛的营造上 明显乏力不足 至少我看的时候 是有点昏昏欲睡的 值得一提的是 两个女主 都曾经参与过 女高怪团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